我們先來講規格啦 現在那個我們過去的電視機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家裡的狀況 一般來講我們在家裡看到的訊號系統 都是那個叫做 我們來看現在的電視頻道 現在電視頻道基本上都是SD 就是720×480的規格 不要take那個電視內容 不要take電視內容喔 加持不要take到電視內容 好 這是HD的規格 那我們來看HD跟SD的差異 將來你在選的時候 因為大家很容易排錯那個東西 排錯什麼呢 就是你那個規格 你會把它那個 射錯 射錯它的值之後 它就會錄到SD的規格 回來都是沒有用的東西 會變成沒有用的東西 那大家把負HD跟HD 稍微做一下理解 我們派遞來講這需要HD嗎 一定要HD 而且是要負HD 要不然都是白拍的 也是都沒有用的 負HD它那個比例是多少 16比9 1920×1080 OK 好 那大家看喔 這個是 這個就是用那個SD去放大 那大家看它的結構其實都壞掉了 這是用 這是SD的畫質 那SD的畫質你感覺比較囤 而且它的那個 會有馬 仔細看會有馬賽克現象 還有那個斜紋會有鋸齒狀 這是它的一個特性 這是SD的畫面 那FHD的畫面呢 它就是強調它的純淨度 純淨度 這是FHD的動畫 那夫妻動畫 看到的就是它的這個結構 比較扎實 顏色會比較漂亮 那裡頭的照片不是 這是消費機 陰老師的作品 那第一次拍的 那第一次拍的 那第一次拍的能夠有這樣子很不錯 拍的又微 好 這是FHD的動畫 那FHD的畫質咧 大家看到那個層次 顏色的飽和度 還有細膩度 跟剛剛的SD就有很明顯的差異 冬天的日文叫 FU FU 對 FU 我不會 這個 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Steady Can 陰老師自己弄的 第一次長就還不錯 那大家看到這個現象 都是動畫運算過的 它的穩定是用動畫去算出來的 它不是真的穩定 大家看好就是這是一個FHD的範例 那接下來我們利用這種單眼相機咧 去創造的這個影像的規格 首先咧 Steady Can 這有過爆的現象 因為我都是用手動的 大家記得這Steady Can上次沒有辦法調控那個什麼 調控那些叫做 那些光圈啦 ISO 因為一旦上上去之後 它就不能動 一旦動它就會晃 基本上這個狀態是屬於前面喝酒醉 拍起來 空空這樣子 我到現在還在醉 在喝酒醉 那基本上 要這樣的穩定度 一定要靠周邊設備的配合 因為人在走路基本上沒辦法 你說怎麼喝酒 就是會嚇到 那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要用周邊設備去 去穩定它 那這邊 大家看到這幻象雲海 我一直在找 沒有人在錄影 就很可惜啦 這很熱鬧 Andy好像也在裡面 有啊 大家理解啦 他比你們早下山 好 那這次利用一個穩定裝置 那這就是用300的鏡頭 因為我很遠 直接就可以打進去 好這已經是燒到已經 沒火了 沒拉拉了 那我現場有帶手臂過去 好這個就是縮時 這個叫做連續縮時 它跟健隔不一樣 你們要把縮時跟健隔 這兩件事要弄清楚 阿明這怎麼會那麼囤啊 沒有膠喔 膠在舞台板上面是不是 好保密喔 那大家拍晚上的部分 記得那個對比 稍微就往左邊兩檔 那白天的是往右邊兩檔 尤其這種高對比的 往左邊兩檔 把那個對比拉緊會比較好看 那天頭部也在我旁邊 我們剛好三個人都在拍 那大家對錄影都沒興趣 其實就變成說 一個人很寂寞的在那邊錄 那大家看喔 我們來看 教你們怎麼看畫面 一個機器的好壞就看它的夜景 它夜景在拍的過程當中 它沒有照訊 那就是好機器 當然好機器本身要配好的鏡頭 來卡嘛 這就是爛鏡頭 這個就是很爛的鏡頭 好機器但是爛鏡頭也是沒用 這個兇手在這邊 就是它 一直在給我的畫面 那這個就是高ISO造成的 這已經Post到3200去了 那你記得就大概1600左右 就已經是機器的一個叫做 極限了啦 如果錄影來說啦 照片是還OK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拍完這個東西 你要有變化 我們八波來拍 基本上你看 我們先拍它的Longing 剛剛那叫Longing 我還可以直接趕快拉特寫 在錄的過程當中 尤其這種瞬間精彩的東西 不要等它啟動再錄 你就提前先錄 譬如說你預設它10秒鐘之後 就要開始了 提前先錄 錄在彈裡就對了 那是因為 記憶卡太便宜了 你們買一張記憶卡 你們知道嗎 可以錄一個鐘頭對不對 我們只能幹嘛 我們買一個錄影袋都不夠 我們一直錄影袋1580塊 不叫HDcam 那只能錄30幾分鐘 用個5次10次之後 這個袋子就不能 不敢再拿出去用 因為會托磁 會有那個 馬賽克現象 這是幾枚的 比例多少 比例多少 大家看到這支範例是說 我們除了放天燈之外 我們要去交代它什麼 交代它附近周遭的一個環境 那個crane都沒有用上去 有很多crane的畫面 晃喔 風大 那就穩定 沒有它是托上去 就突然掉下來 crane 有手臂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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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 沒有看到手臂 還是有點主張 中式新聞 收視場 對啊 就這部拍到它 打口大了 打口大了 真是浪費一部 這大是天燈的一個範例 boss 像那個 天燈一直飛上去 它會越來越暗 對 那ISO是不是自己會 自動一直調高 那個 這個就是 鎂槓 要咬 你要去咬它 待會再教你怎麼設定 要把ISO定在1250 或者1600 最好是在1250 1250到極限 這個ISO是多少 250 為什麼會那麼低 齁 萊卡 這顆鏡頭是我用過 我真的是想要 對它讚美的地方 是說 Canon 2.8 ISO開到800 然後這顆萊卡1.8 ISO 這是2的 剛剛那顆是235的 F2 35 對不對 F235 只開到250 就好亮了 那這一顆呢 這顆是 這顆是50mm的 1.8 好 鏡頭好壞 真的差在發色 顏色發得很好 那個 那個魚眼 那顆 有一顆魚眼 我用的那個魚眼 發的顏色就爛爛的 紅紅的 套著它那顆 完全就不一樣 顏色就是漂亮 好 好 這個 這是crime 這是手臂 這是手臂 大家看它的擺幅齁 跟腳架不一樣 它可以滑 可以游動 可以游動 那就是它的特殊性 就是說 天燈基本上就是說 除了縮時 玩那個 那個照片之外 它 可以一個題材做這麼多樣的變化 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將來在素材的 使用上 能夠創造 它的商業價值 那麼萊卡就有人幫你買了 OK 好 那你如果說像這個天燈 我們賣了很多 賣了很多出去 給那個酒商去做廣告點 還有做那個 申辦 那個亞運會 那另外 大家要注意 不要去特寫人 例如說你 這個沒辦法 他自己要進來 我也沒有責 你不要去特寫人 因為特寫人都會有一些麻煩在 除非你經過他同意 但經過同意 如果商業使用 你還要再簽署一個 那個叫做 有授權公開 校長權授權公開 這一類的文件 你才能夠保護到你自己 那貝影呢 貝影呢 絕對沒有 貝影如果有 有校長權的話 除非他後面長了尾巴 但是他有獨特性嘛 那你就不會 請問一下 學運方面 像說已經看不出來 那就可以了 可以啊 這樣看不出來 這個不需要問啊 那個就全部都可以告你啊 因為都一樣嘛 那個都嘔熟熟 那個 啊這個東西 我們這次做一個旅遊推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安排 我們希望大家都到平溪去看天燈 那大家看喔 其實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只要經過一個按鈕 它就變成3D的 包括YouTube 大家看喔 它變成左右眼的狀態 啊 如果要留下來欣賞 我們倒在留下來 它全部都變3D的 這個是應用了電視本身的技術 2D轉3D的模擬技術 那我們會在後製的時候再做一次 做完之後做成3D之後再上傳YouTube 也可以用YouTube上面看3D 這個是我們在機器上面可以運用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認為3D是已經沒有市場了 已經上千個人來過這裡的 不管是電影或者成人片 它3D看一看喔 3D拿下來開始聊天 但是在多年以前 如果說你 把3D的作品把它 秀上去 假設在阿法達那個蜂巢的那個時間點 3D 就會很有興趣 這原因就是說 3D在這麼多年以來 它的熱潮總是一坡坡 起起伏伏一坡坡 這個大致上是這樣子 是